主料,大鸡腿一个,黄瓜一根,主料,辣椒一把,花椒一把,白芝麻烧去,葱姜蒜适量,菜籽油一勺,料酒一勺,生抽一勺,白醋一勺,盐一茶匙,备亚精烧去,主料材料集合,鸡腿洗干净入砂锅,加入姜丝,普通锅也可以,砂锅煮出来的更加香嫩,水开后煮上20分钟,关火满5分钟。 煮好的鸡腿捞出,浸入冰水里,浸泡20分钟,这样的鸡肉更简致,鸡皮轻轻就可以退下,切条,鸡肉手撕成条,黄瓜去皮,用刀拍扁,切成小段,铺上鸡丝,辣椒和花椒用料理机打成粉,芝麻用干净的锅小火微香,锅内倒入适量的菜籽油,烧热,带油温稍微回落一些,酱油分三次, 倒入辣椒粉,用露勺滤出红油,红油加少许辣椒,加盐,味精,料酒,生抽,白醋,色调成料汁,浇在鸡丝上,撒上小粥可熟的白芝麻即可,香味特浓,烹饪技巧,小贴士,做红油,最好选用菜籽油来做,色的更洪亮,味道也特别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